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 今天是6月13日星期二的AJMarkets 我们去范巧瑜 昨天才说不知道打不打成风 谁不知昨天挂了个8号风球 真的打成风 好像很早打风 是6月中 现在是3号风球 刚刚挂了个红雨 外面都是相当大雨 出门口要留心 不要以为今天打得成风就不用上班 我儿子今天还要考BCA 美股昨晚也好像打风 继续狂风掃落劫 本身道指不是跌很多 道指跌了36点 去到21,235点 继续在科莫股系成为重灾区 纳指继续跑输 最多跌了97点 收市跌了32点 去到6,175点 其实欧洲方面也跌得多 法国和德国股市都跌了百分之一 其中欧洲的科技股也是急错 看到科技股可以详细再看一看 苹果在一个星期之内 两度被劝商调低评级 昨天继续成为跌市的重灾区 苹果的编号是AAPL 即现在画面上看到第三只股份 昨天一度跌了百分之四 收市跌了百分之二 碎水昨天说新一代手机iPhone8 预期的强劲销程 已经在股价上反映了 股价再升的水位不多 所以将它的评级由买入降到中性 目标价由160美元下调到150美元 其余的科技股都没有运行 Netflix跌了百分之四 亚马逊、Amazon跌百分之一 Google、母公司Alphabet和Facebook 分别都跌了百分之一 再详细介绍 目标都看到圈住了 这五间公司的字母 就是FAANG Faang 就是指Facebook、苹果、亚马逊、Netflix 以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亦都是美股 现在科技股五大龙头 这两天 这五只市值跌了9800多亿港元 单计苹果跌百分之六 连续两天 已经没有了500多亿美金 盲力也是 顺手看看 下面画面上 看到最底的一个 其实是Bitcoin 股价非常波动 昨天高见三千多美金 但又一度倒跌之后 更加跌了两成半 去到二千多美金 走势相当波动 港股这一边 昨天恳指继续为高华根美股 最多跌了341点 去到25689点的低位 收市跌三百多点 跌幅是两个月以来的最大 失手了十天线 而RSI跌到58 我们之前多次说过 要留意这两项指标 现在两个指标都跌穿了 便要做风险管理了 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强势股指数和弱势股指数都不漂亮 强势股指数61.3% 跌了1.7个百分点 弱势股指数9.9% 升了0.5个百分点 市宽同样都是不漂亮的 股价高过250天线的长线市宽 48.1个百分点 跌了1个百分点 股价高过50天线的中线市宽 41.4个百分点 跌了2.2个百分点 至三天线高过18天线的短线市宽 收回50个百分点 去到49.3个百分点 跌了1.4个百分点 过股短评可以看下 这支支援股 洛阳木叶3993 之前上升趋势 和38.2%回调支持 已经回升了 现在突破50天线 和下降趋势 表现和恒指差不多 如果可以修复23.6%回调阻力 大概2.7%的话 估计可以尝试3.18 就是之前的高位 上升潜力是不错的 参考了FQ的资料 综合5个分析员的预测 今年和明年的盈利增长率 预测是8.3%和1.8% 预测市盈率是18.3倍 估值是合理的 科技股应该拆不起的事 大市可能又再变回炒股不炒市 昨天最明显是借长期2333 昨天成交高达52亿多 成交榜排第二位 股价以传入高位收市 上到11元的楼上 创出一年半以来的高位 升幅成2.1% 现在很多分析都说 这是夹胆仓的 有几个原因 首先有瑞讯的推介 将长期由中盛调升为跑型大市 目标价由8元上调到12.5元 瑞讯今次都威力了 另外还有格隆汇 有文章提到 长期的好淡对决进入尾声 很大机会重演恒大3333 之前挟空仓导致股价飙升这一幕 而北水重仓了长期 大家还记不记得格隆汇呢? 我印象很深的 因为2005年的时候 我都跟过他一转 赚了 但又再识完了 说回正题 今次格隆汇说 长期沽空价是香港长期排第一 多间的外资大行更加最近是铝发报告 暢淡长期 而绝大部分的短仓都是由这些外资大行持有 但另一方面 港股通为首的中资 就在香港这边默默地卖入长期股票 中资的持仓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的水平 即是中外大战了 好不好看得过蝙蝠合大战呢? 格隆汇说 大量的长期短仓在8.5的水平附近 一升穿的话要平淡仓 抢货就导致昨天降落 所以格隆汇说 长期极有可能重演恒大劫空仓 导致股价飙升这一幕 昨天股价真的飙升了 到底现在上到$11的流上了? 你是参战还是观战呢?自己说事了 平保昨天的成交额也是相当大 是成交榜排第三 高达30亿的流上 股价创过23个月以来的高位 但收市是到跌百分之一的 好自说平保的胆仓都累积不少 平保昨天公布了 旗下子公司头5个月的累计保费收入 按年增长大约是3.4% 平保表现相当不错 另外说业绩的消息 欧书丹973公布了全年业绩 有1.32亿欧元 按年增长1.9% 末期息3.16% 香港区这边的销售政额按年减少1成 但中国市场方面 销售政额按年增长5.9% 如果以固定汇率计算 增长更加有1成1 今晚有多家公司公布业绩 包括创围数码751 之前已经公布了一个刑警 估计全年度的盈利 会按年大跌成四成 除了创围之外 今日网龙也会公布首桂业绩 外面风大雨大架 小心点 收市之后再看看轮型的报道 拜拜 拜拜